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 1. 意外险 生活中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意想不到的风险 买保险就是为了转嫁风险,从而让自己更安心 意外险都有哪些呢? 比如磕磕碰碰,猫抓狗咬,身故残疾 对应的保险有意外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2. 医疗险 医疗险是社保的有效补充,分为百万医疗、中端医疗、高端医疗 当发生重大的疾病,需要住院治疗 住院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社保并不会全部报销 不能报销的部分可以通过百万医疗保险来报销 3. 重疾险 重疾险是给负型的 当发生重大疾病,会提前给付一定的金额 来弥补因为生病而产生的收入损失,缓解经济紧张 4. 教育经与养老经 教育和养老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 这两种是需要提前准备、专款专用、强制储蓄 最好还能有部分的增值 教育经可以用来为孩子将来上大学、创业、婚嫁金准备等 购买原则 一、先买基础性保险,再买投资性保险 基础性保险包括意外险、医疗险、重疾险 意外和疾病是我们不能掌控的风险 可以通过基础性保险来控制其带来的伤害和损失 2. 先保大风险,后保小风险 大风险花费更高,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给家庭造成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 小风险像感冒咳嗽、肚子疼 经过几天的调理就可恢复正常 并不会太影响家庭的正常运转 自己完全有能力支付 3. 先保大人,后保小孩 当然,小孩的保险也不能缺 但是大人生病对家庭造成的影响更大 大人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一旦家庭经济支柱生了大病 那就会断了家庭的收入来源 在花钱的同时没有收入 家庭最基础的保障将会缺失